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管教练肖战都会加强他相持球的训练 并不断叮嘱一句话 教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叮嘱呢 可能有的时候我与我种性格可能有一些这种关系 可能一到这种有些球上该发力不发力的我老想发力 我赢了就特帅 张继科喜欢打发力球 善于搏杀 球风凶狠 这样的技术风格跟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叛逆吧 就容易断掉 他像块钢 太硬 他需要的这种认证 冲动叛逆的性格让张继科走了不少弯路 2002年 14岁的张继科获得了世界青年紧妙赛男子单打冠军 他很快成为了国家队小队员中的重点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事业却突然走向了低谷 2004年 张继科因违反对规被退回省队 当时回去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 自己真的是不想再打入 感觉就是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和这么好一个条件里面 自己都没能够去珍惜好 就是有点人已经有点崩溃的状态 从那会儿以后 这种骨子里面 一些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还是能够再重新挖掘出来 改变一下自己 能够去重新的站起来 重返国家队 每天都会练到三堂课或者四堂课 只有用这种时间来维持自己的水平 两年后 张继科重返国家队 2008年全国锦标赛 他接连战胜奥运会冠军马林 王立芹王浩 获得了自己第一个全国冠军 他用成绩证明了自己的潜力 然而冲动的性格又再一次让他陷入了困境 教练的作用就是让你少走弯路 那教练的话你不听 让你不信任 那谁去帮你 对不对 你现在还不是主力 你就不听老中的 那我肯定要想 那是主力的 你不听我的 那我干嘛用你 我肯定用我心里有数的 跟我配合默契的 我信任 2009年直通横冰的一次对面选拔赛上 当时的主管教练请求暂停 张继柯并没有下场 最终输掉了比赛 自己当时可能也是前面打得不太好 当时在场上情绪比较急躁 所以非常想赢下这种比赛 所以当时就是没有停这种中道 这种暂停 所以当时还是比较后悔 赛后 主教练刘国良对张继柯做出了停赛的处罚 第一个是自己显不过成熟 再一个就是 自己这种内心中情绪的控制 确实显得就是差一些 包括现在比赛有的时候 我也是很难控制自己内心中情绪 一旦有这种情绪出现 可能自己就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 急躁冲动的性格 让张继柯在比赛中也很难突破 经常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 至今都没有获得过一战公开赛的冠军 雷雷能进前四进决赛 总是拿不了冠军 这还是跟他这种性格还需要更大的磨点 反正我就是刘老老说我就是浑身全刺 你想办法磨平点 别老这么愣 2010年直通莫斯科世拼赛选拔赛 对从未参加过世拼赛成体赛的张继柯来说 这是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 他说其实我打之前我就想好了 这三次选拔赛我一定要打出来 特别是后两次 如果说我打不出来 你要跟我争取 报世界线标赛我也不去 张继柯和马龙的决赛马上开始 谁继许新之后成为第二个入选莫斯科的人员 就要看他们接下来的五局三胜 球路上可能跟他打确实有点变 他可能又爱打借力球 我可能就是就爱打发力球 同样是1988年出生 同样是年轻队员的重点 张继柯和马龙的交战却一直处于下风 两三年前到现在连输了 将近十次了 张继柯如果说要是他最怕的一个对手 可能就是马龙 但是他必须要有所突破 特别 张继柯呢 人比以前近了 他显得比以前定了 前两局 两人战成2比2平 打到第五局 两个人比赛里面最紧张的一场 是一个很重要的两分 漂亮 马龙已经联谊翻了两三个奏 决胜局 张继柯手握三个赛点 就看马龙能不能实现大逆转 还是会翻手过来拉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自己能够忍得住 可能对方就会比你多犯错误 张继柯手握三个赛点 张继柯 张继柯终于成功了 张继柯今天的表现是要去 作为2012年奥运会的希望之心 张继柯努力磨练着自己的性格 谢谢你的努力 谢谢我的努力